你的范围,第一个先选范围 就是这个框框先选取起来 这个范围里面的线段先选 选了之后再按修减 这是第二种修减方式 我们前面是修减再按空白减 那第二种方式是决定它的范围 再按修减 那怎么修减呢? 比如说我这个范围里面 这个线段我不要,对不对? 我只要点下去 这个范围里面的线段就全部删掉 那如果你刚刚用修减空白键的话 就要修几次? 一、二、三嘛 那现在只要几次? 一次就解决 那这个方式会比较快一点 那比如说还有另外像哪一个线段? 有啊,这个 中间这个线段不见了有没有 那像这个线段是不是不要,对不对? 本来我要点三次嘛,对不对? 所以现在只要点一次就不见了 这样就点一次就不见了 另外这边点一次就不见了 有没有? 必须要点两次的嘛,对不对?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好了 有没有? 会比较快 可是对你们来说 怕讲太多修减 有时候你会搞不清楚 那这边最后这样就可以结束 按ESCAP就好了 两种方式差别 第一个修减 第一种方式修减空白键 第一种方式 然后再点点点点点 看到线段就修点掉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方式是怎么样呢? 第二种方式是先决定范围 范围就是这个范围 这个框框 再点修减 就直接可以怎么样? 点这个范围 三条线就不见了 点这个范围 这三条线 这三条线 这一条跟这一条 这样会比较快一点 有没有? 可以体会 你试过大概多次几次 大概就比较清楚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完成这一集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初期如果修减 你这个刚刚那个方式 放置也没有关系 你就修减空白键 点点点点点点就好了 结果是一样的 好吧 画面还给各位